我叫板家小薇 一名幸存者 最近这几天呢 关于新副本和何区的消息 那是铺天盖地啊 昨天官方呢 终于也是确认了 这新副本的上线时间 没错 那就是这多倍雪山的蜘蛛洞穴了 但是这官方消息呢 除了介绍副本剧情和boss 长得像毒液之外 什么三维需要多少等级啊 奖励是什么呀 是啥啥都没透露啊 你说起不起 不过没关系啊 老年我来告诉你们啊 话说这进入的条件 肯定是三维全部75级以上 也就是说要15级庄园 你们信不信 因为这副本剧情里讲的是 奥兹再次掳走了红衣小女孩 对吧 那么奥兹最早出现在哪里呢 是在莱文市火车站的副本里啊 没错吧 所以这进入新副本的三维等级要求嘛 肯定要比莱文市火车站的还要高 怎么样 这样一堆推理的话 你们说是不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所以呢 这样来看的话 15庄以下的玩家还是稀稀稀吧 基本上这新副本跟咱 是没多大关系咯 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呢 就是这和区名单的消息了 老娘我也是从别的主播那里 看到了这样一份名单啊 具体是不是真的呢 咱也不知道 咱也没办法确认 反正没有三合式卡拉丰这个区 老娘我就放心了 因为这样的话 我也就不用担心改名字的问题了 对吧 好了 管它真的假的呢 具体什么样呢 还是要等明天更新以后再看吧 下面我还是隆重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全新的别墅 比翼双飞吧 前段时间呢 很多粉丝来家里参观 说是看我这套房子看腻了 想让我换一套 你说气不气 开玩笑 话说不就是换套房子吗 这又何难 老娘我分分钟给你们搞定 好吗 看好了 三个步骤轻松解决 第一步 打开建造 第二步 蓝图变现 第三步 退出蓝图 OK搞定了 就这么简单 好了好了 不批了 这里呢 还是要感谢一下 我的首席设计师 西云小姐姐的蓝图设计 和我们家露露小姐姐的 辛苦装修啊 怎么样 看起来是不是很豪华 是不是很气盼 毫不谦虚的说 以后来100个粉丝参观 我也能招待的下 你们信吗 看看我这超大的客厅 精致的会客室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餐厅 还有这简约 而又不简单的临时小旅馆 五张床 大家一起睡 多热闹啊 对吧 看看 营地的小伙伴参观 我这新房子之后 兴奋的都跟房子一样啊 为了给我庆祝 还专门编排了一个节目 叫做《墙炮与玫瑰》 你敢信 你妹的 话说这是毛的节目啊 这费名就是来拆我房子的嘛 过分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这刚装修好 他们就来拆我房子啊 你说去不去 踢了 这必须要全给我踢了 一个都不能留啊 好了 开玩笑啊 新房子呢已经建好了 欢迎粉丝们前来参观指导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